新年是我国传统的节日,那你知道年的由来吗? 传说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,头掌尖角,凶猛异常,年兽常年身居海底,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,伤害人命。 因此,每到除夕,村村寨寨的人们,俯老邪幼,逃往深山,已躲避年的伤害。 又到了一年的除夕,乡亲们像往年一样,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。 这时候,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白发老人对一户老婆婆说,只要让他在他家住一晚,他定能将年兽驱赶走。 众人不信,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,但老人坚持留下,众人见劝他不住,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。 当年兽像往年一样,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,突然传来了爆竹声,年兽浑身站立,再也不敢向前凑了。 原来,年兽最怕红色,火光和炸响。 这时,大门大开,前院那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,年兽大惊失色,仓皇而逃。 第二天,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,发现村里安然无恙,这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,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,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。 从此,每年的除夕,家家户户都切红醉帘,燃放爆竹。 户户灯火通明,手耕带碎。 这年俗越传越广,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。